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喂 哥 今天幾號啊 20號啦 喂 哥 你交了節目月費未呀 交了啦 你未交嗎 喂 哥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頭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radio看現場版 呃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咯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最詳盡的新馬資訊 帶你看盡世界馬壇 論盡馬圈天南地筆 馬場USB 我是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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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場之一 對 都三場啦 為何會是迷你呢 因為呢 他拆開了兩個星期嘛 變成就好像 澳洲那樣 那個冠軍系列 做了兩個星期 首先就因為 明天就是呂王杯 然後下個星期呢 就是兩場 分別是 這個三冠美 短途三冠美關的主席獎 以及這個冠軍一里 所以就兩 除了一場二千四武 就沒有第二場代替之外 可能遲些就遮打杯 所以就今次我們都想 因為呂王杯的關係 今年的呂王杯 到外隊馬的聲勢都非常之浩大 尤其是以日本為首 三隻 即是叫做 選馬王都在前面位置 僅僅輸了給滿樂時的 那些候選馬列陣 所以就想今次我們都用多點時間 講一下呂王杯 因為今年其實就是現在 今年呂王杯其實水準都是高的 除了那三隻日本馬之外 另外就有這個高地之母 即是今年的香港平的冠軍 另外剛剛在杜拜跑得好 之前在南非贏這個好望角打比的奧騰作 那場都是一級賽 南非一級賽冠軍奧騰作 還有2014年的澳洲像樹冠軍 浪漫昇華也都會在那裡跑 是啊 所以其實都今年 去年希斯就無犯驅禮 失敗了 今次無犯驅禮 退役了 今次就派了一隻浪漫昇華 其實就等下我們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禮拜 我都走了去 早上都去了沙田 就看完這一堆外隊馬的操練 那一人間我們在那裡去片 都可以講一下我的觀感 是不是有些片給大家看 是啊 今次都準備了很多片 很多片 我們先去片 慢慢看 那首先看一下那些事集 首先看一下明月千里 現在貼著近觀眾席 黃色衫那隻就是明月千里 這一組他是跟代代衛王那些事 都是輕書暴投的 潘頓就代貨的 前面見到大運材那件衣服 那隻就是代代衛王 跟著外面紫色衣服 那隻就是百威紀錄 他都是按著上來都輕鬆的 那這隻馬就是南澳打比 加坤士蘭打比的 亞滾在加今年香港打比冠軍 看看他有沒有資格可以挑戰一下 那些年長世代 看看可不可以接到班 好 接著看另一課試集 就是橡欄和喜連巨星 那前面橙色衫那隻就是橡欄 那後面就是喜連巨星 那喜連巨星都很明顯 今年看到整隻馬是跑不回來的 因為上年可能都用得很準 那橡欄其實我覺得OK的 那這隻馬其實神操都有些冷性 我自己覺得可以接受的 還有他有些巨人殺手的感覺 因為香港永遠熱滿他都不太行 但一到冷滿的時候就吃你一驚 好 看看去年的香港盃 即今年的香港盃 榮進之光就用一個很快的捕捉 所以橡欄這場其實是跑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沿途跟著第三位 跟著他跑的全部都散了 裏面就是粉紅色衫莫雅 省了位的新紀錄 跟著看到後面衝上來 就是還未是最fit的威爾頓 那新紀錄這一場 因為有莫雅兼有外難 就跑到第二 張藍和威爾頓其實表現都算不錯 好 我們看這場 司馬經典賽看一隻高利之夢 始終前三個月復出 他這樣放頭走太快 所以見到他後面也跑得不好 始終我之前做現場賣的時候說過 這隻高利之夢 其實歐洲也不是正宗一級 他是那些跑江湖那些 亞洲的孤溫馬 所以他這場對真正的孤溫馬 就跑得一般 好 我們看看這場的產經大板盃 裏面那隻就是那隻新紀錄 然後在他旁邊就是那隻龍日清天 這一場其實那兩隻馬都是久優復出 所以有些肥態 也見到OK 但始終若嫌那兩隻馬 在這一場上 都沒有了那種銳氣 那種感覺 威爾頓和張藍 跑那場主席錄 張藍始終千六都嚴短 這場也不是主力所在 所以跑得一般 威爾頓這次沒有試習出來跑 那這一課其實就是當事 前面就是美麗大師和駿馬鳴區 下個星期再跑 威爾頓 恰如其分 表現都不錯 其實這次都是很適合的 正馬 老實說 然後我們看一場金杯 看看威爾頓在大外檔 如何衝上 另外再旁邊那隻就是 喜連寬星和裡面的軍事出擊 很明顯軍事出擊和喜連寬星和威爾頓比 軍事出擊都有點老態 威爾頓就在這一場及時回勇 跑得非常之好 但他都只是贏喜連寬星 然後張藍也跑得一般的 在這一場馬 然後我們看一隻李健王冠 現在透過出來的那隻就是李健王冠 好了 那他去年跑的人天皇上 就輸了很遠 就休息了很久 選這一場復出 這樣就 換了道換來 對 有些換完一生的感覺 跑第二那隻其實在馬女的組別來說 都不算差的 那隻touching speech 所以就是李健王冠 我自己覺得有些脫胎換骨的感覺 我自己看完這場 好 接著我們看一場杜拜草地大賽 看看那隻奧騰作 其實他就在中間 藍白衣服那隻就是奧騰作 前面帶了出來就是北靠真鋼 接著是歐洲查寧在那裡追他 其實他都在後面 偉達這場 他做替工 替到 拿少許錢走 這樣叫做 沖上來跟那些物匯之旗 一起沖過終點 可以接受的這一課 好 今年的香港打給你看看 黃色衣服那隻明月千里 始終的對手 跟這一站 今次真的強了很多 當然他贏贏海泉新輝 彈了後面的威力加度 都OK的 海泉新輝再出都贏一場 二班人都很輕鬆 明月千里在這一場 其實也證實了他 是大摩未來的爭分分之 但大摩自己都說 他都覺得威爾頓是比較優勝些 好 接著我們看最後那隻 就是看那隻灰前面 啡色衣服 那隻 深橙色衣服 那隻就是浪漫昇華 現在旁邊那隻 看到那隻是北風寶地 很明顯其實都不夠這一堆馬跑 大愛蕩衝上來 看到那隻就是天涯歌旅 那其實這隻浪漫昇華 自從跑完那一場 2014年贏了那一場 澳洲仗樹之後 其實都 表現好像都還未回來 這一場其實你問我 都比較下風 好 接著看看 給錢補出來跑那隻 馬上發財 菊草跡 這一場喜連歡聲和喜連巨聲 都有分發大 但不知為什麼 可能因為過了跑馬地 可能發揮得不太好 見到那隻馬上發財都過了 那他也只是贏香港輕旺 包裝鬥士和後面衝上來 很厲害的一隻震撼 那沒有辦法 馬上發財 因為加了分之後 有111分 其實本來兩個禮拜之後 就有一場跑馬地 1800米 就是110分至85分 他剛剛多了一分 沒得跑 所以就寧願給錢 跑這一場 那可能跑完輸了 駐賽可能有分減的 那我覺得國際賽 剛剛才贏完 那未必能減到他的分 那師兄不如你先說 你神出看到什麼好事呢 其實 今早早 因為天氣都不太好 其實星期五、六 這兩天天氣都不太好 還有今天外隊馬都不太多走出來 所以今天沒什麼特別 但是昨天 本來有些馬最後試跑 但是因為天雨關係 又是沒什麼走出來 所以我就看回之前 星期二、三、四這幾天的情況 那我自己就這樣看 先講 即未講三匹日本馬之前 其實如果單純看狀態 那我就覺得三隻高地之母 奧騰作和羅萬昇華 以一隻奧騰作的狀態 就比較好些 修身 也都好 去完杜拜回來之後 那隻馬呢 明顯看到他 有幾次近距離 看到他 尤其是 星期二那天 偉達就急不上去 就快試了一貨 那一貨呢 他都走得都幾暢順 那回來呢 回到來 這隻馬呢 沒什麼喘氣 那隻馬都很醒神 那也都 偉達推他的時候 那隻馬的情緒很集中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的狀態 其實都不錯 只不過現在就是說 究竟呢 現在來到這裡 因為他上一次那場 對不撓真國那些 都是一些 即是 不是說很頂級的一級馬 那才是偷取第四 那現在他這樣再 還有就是說他贏完場 南非打臂之後 根本上就基本上 那場叫好亡國打臂 因為他打臂都分幾隻的 那場叫好亡國打臂 因為好亡國其實都是南非打臂 那場就是南非打臂 那場呢 因為跑完那場之後 其實都 一直都沒贏過馬 那場 那個表現都比較 是保保通通 那也都曾經 小道就說 雷景芬知道這隻馬會來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 曾經向郭克索騎 但是最後 就被偉達的誠意打動了 那的而且確 在這幾天 就是看他神貨 他都真的走去琴那隻馬 摸過 那也都看到偉達 就罕有地 這樣 對這隻馬都很勤力 那偉達都算好運 在杜拜除了跑那隻三和福將之外 被他撿到這隻馬 即是臨時剃功 咦 剃得都不錯 都拿回水腳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 帶回看今年的偉達 其實你都見到他 都完全都不是那個人 剛剛那次菊草野賽 只有一隻馬跑 只有一隻馬跑 堂堂十三 十三界冠軍 竟然淪落到 整晚只有一隻馬跑 可能有些自己都知道自己什麼事 所以這一次看他 即是操這隻奧騰作 比以往的操的馬 是比較積極一點 所以這隻馬都OK 那另一筆 狀態也都比較不錯 就是那隻浪漫昇華 那浪漫昇華 那浪漫昇華 就 在神貨 即是那個女 零星牧場 希斯那個女 那個赤奇緣 試了幾貨 這隻馬 都是收放自於快慢遊人 那但是呢 內海 如果你在這裡的級數 可能就真的 起碼連這個無犯區都拍不到 那更何方 差很遠 那這個級數都差很遠 只不過這一次所遇的對手 真的很硬 所以我覺得呢 他真的叫純粹過來跑一下 那我反而呢 但是這隻浪漫昇華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他今次的走勢 因為我估計這隻馬 他的部署 都是會落在 遲些的春季嘉年華 如果大家看到他會再跑麥堅林錦標 你就不要覺得出奇 這隻馬 2000是正宗的 所以這隻 但是級數方面真的有別 那至於高地之母 我反而就覺得他來到香港之後 那幾貨呢 我的觀感就不相對 沒有在香港平時的銳氣 那香港 還有呢 還有比較 那些木國的神識 比較唯際一點 那 就是快事 有一兩日的快事 一隻馬的走勢比較牽強些 那始終來講 這隻馬 正如我之前 跟阿知師兄在另一個節目講 那這隻馬 正如阿拉拉所講的都差不多 或者這隻馬都是跑碼頭 亦都不是古摩亞的一線頂 他回到歐洲跟金浩國那些跑去食塵 所以現在其實 補充一點點高地之母 我伯仁近這幾年開始嘗試把那些馬帶出去 如果發現他在歐洲不夠跑 要不就像威利家道那樣就賣了他 要不就像這些高地之母 選一兩隻是OK的 跑碼頭試過可以坐到飛機 這樣就可以這樣 撿回兩三場一級賽 可能在澳洲或者其他國家配種 因為現在說一些題外話 阿德萊士 前年的國士盾冠軍 其實他跑碼頭之後 拿了一場國士盾 他在澳洲配種 他都收了二萬多元配種費 他在澳洲都有酷磨 高地之母這些 如果他真的跑得好 澳洲有其他選擇 因為高地之母都有澳洲職 他在各市場都是輸給雲屍先子 所以變成有些市場 變成來說 看回他的走勢 我覺得走得比較牽強 就算放到墨亞 還要是之前跑二千四 縮回來跑二千 都會有幾個難度 所以我覺得高地之母 在這一場就真的比較次要一些 至於說回三隻日本馬 大家可能看到今天一些報道 都知道 其實到現在為止 過檔網日青天的莫雷拉 或者過檔李健王公的潘頓 是一課都沒有操過的 也都沒有 只不過都是 好似池江太秀 透過全疫源 就將這隻朗日青天的資料 給莫雷拉看 原格來說 這兩隻馬是完全沒有操過的 所以有幾個看法 有些人可能覺得 主要都是如果馬房那些拆騎員 操好了 到時被騎士上來 告訴他們怎樣發揮 很多地方都 例如歐洲那些都會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如果純粹講三匹馬的狀態 就是 朗日青天我想先說 就是 沒錯 這隻馬的確在去年的選馬王 他是飄數上 他是僅次於滿樂時 僅僅飲恨 但是他都是拿了 最佳四歲馬的組別 所以變成 日本以往派這麼多馬來香港跑 這隻叫做 拿馬王級的獎項 來香港攻堅 但是 始終來講 他上一場 大家看看這條片 那隻 朗日青天在產經大阪杯 其實那場馬的狀態 真的只有六七成 還有到滿來 稍微比一比 那隻馬都已經 拿不到 他已經收了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以為 他的狀態提升了 但是 距離 他在天王秋的時候 甚至乎 賭寵紀念時候 那時候 拿得清 他都還有一段距離 再加上 這隻馬到現在為止 雷神是未摸過的 所以雖然說現在 你說 搬到大頭 叫做 村田換了他 當然 當然 如虎天翼 但是 因為這一個 都是一個隱憂 而第二 就是 明天的 沙田 應該會受天氣影響 這隻馬 以往來講 跑乾快地 比較好些 變化場地 因為他那個發揮是沒有那麼好 亦都不是說 剛好跑 所以如果 加上棍一個一檔 排一個一檔 就很大機會 就中了這個陷阱 通常 全A難 如果你全程是貼著A 貼著難走 是很大機會 前面如果報速不夠快 他是很大機會 會塞車 所以朗日青天 我就比較 是比較看淡一點 但是我也有選擇他的 至於另一匹 李建皇官 李建皇官給我的觀感 這幾天他的狀態是 是開始一路一路的好 亦都在這隻馬身上 給我看見很多原居民的影子 這隻馬 大家都知道同副系 大家都是馬朱 亦都知道 馬朱的馬 是踏入四歲 開始打後 是那個進步程度 是很驚人的 還有這隻馬 本身也是比較 今年 他剛才看過那場 京都紀念 他贏得很清脆 雖然對手比較弱 但是他始終這場馬 脫胎換龜 是贏得很出色 只不過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 這隻馬來到香港 在操練方面 他比較快功夫做得不多 而且這隻馬 比較不適應環境 在跑道那裡 他都是周圍打橫擺 擺來擺去 都不是很集中 有些像滿樂時代 但就是希望 潘頓 因為潘頓 我剛才說過 潘頓都未操過這隻馬 希望他上去 可以令馬的情緒穩定些 因為其實他排的八檔 都頗好走 而這隻馬 本身 我這隻馬 我都看了他很久 這隻馬 那種爆發力 他未必有 瞬間之間的變速力 但這隻馬 是很韌的 十足好像原居民 是越比越有 所以這隻馬 可能跑長一點 就更加好 所以來說 但如果明天真的下雨 對這隻馬的表現 對這隻馬的適應 都比較有幫助 反而三隻日本馬之中 我就真的比較喜歡這隻新紀錄 為什麼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這隻馬 起碼去年 大家看看那場香港盃 其實那場馬 是留得比較厚了些 但是他留得這麼厚的話 他都可以 有個形勢 他憑莫亞 省路上來 力逼那隻 僅僅輸給榮晉之光 都是一個馬 一個馬位 所以這隻馬 已經有個遠征香港的經驗 來到香港 他都很適應 尤其是星期二 武豐試過課 一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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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相當灵力 一給了之後 武豐覺得 一有反應 立即收 這隻馬 可以收放自餘 而回來 早晚回去了 我遭到回來的時候,因為我來遠,我見到武蜂,我都跟他談了幾句 聽到這隻馬,又是一點喘起聲都沒有 所以這隻馬來到香港,三隻日本馬之中的適應是最好的 所以在這六隻外隊馬之中,我自己純粹以狀態的評分 第一就是新紀錄,第二就是李建皇冠,第三就是奧騰壯 我呢,我認為李建皇冠,我自己覺得是好牌面,我覺得是贏的 我覺得可以賭WIN,因為現在我按一按手機看,十幾倍,十三倍 這個WIN是值得賭的,我自己覺得 我會怎樣秤那幾隻日本馬呢? 我要拿回去年那場,即今年那場香港杯,來做一個參考 那場馬的步速是很快的,二十六秒多 那榮進之光,他本身的跑快,大逃他二十三秒多,二十三秒多 跟在前面那些馬呢,是差不多全部都散了,脫了一隻象牙 那時候,即是在說,他可以頂回第三 新紀錄,因為每個人想著快步速就走出外面 莫亞,醒目,走在裡面,無遮無掌,省了位子上來,他就跑過第二 新紀錄,那接著就漲藍,跑到第三 威爾頓呢,因為那時候的狀態都未起到頭身 因為鄭馬那時候之前說過,做完手術有些事 那呢,就未積到最身 那現在呢,那我就會這樣看了 在形勢情況,這樣不同了的情況之下呢 我認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第一 第一,新紀錄沒有了網雅,現在換過沒有風 好老實說,騎士級數真的差很遠 第二,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因為張藍,其實那一場馬裡面呢 跟那個步速,他跟得很辛苦的那場馬 他都可以考個第三,是非常好的第三 那當然啦,要付出代價,贏完那場馬 之後跟著的幾場跑得不好 但大家都知道,張藍,有些巨人殺手感覺 你覺得他不是好得,熱門那時候 那就一般的 那但是你去到這樣,上年女王杯 他都是十幾倍贏 還有這隻馬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對一對就知道 他排外檔和排外檔有cover和沒有cover呢 那個名次是可以差兩至三個馬 好像他前年的香港杯 他排外檔一沒有cover,他差不多輸很遠回來的 所以我自己呢,這次張藍,有三檔在那裡 我認為,就算,當然啦,他都一百年多了 但是高冬妮也是很擅長捉捉捉捉捉 一鋪要殺馬的 那他是很擅長這一點 所以我不會很介意他跑完香港杯之後 那些董事杯、金杯也跑得不好 那個情況 我認為這次的步速一定沒有榮 因為沒有那隻榮盡之光 那步速沒有那麼快 他會跟得舒服一點的時候 我認為他可以反鮮的新紀錄 我自己會這樣看 好,另外一隻威爾頓 我們都說過,那一場馬 他香港杯那一場,他的狀態還未到top fit 還有莫雷拉也都不是很有心 看到他推兩步上回來就收谷 現在的狀態,他會再fit一點 再好一點的時候 此消比掌,即是純粹計數,此消比掌 你新紀錄,沒有了莫雅 還有,沒有了莫雅的時候 那大家此消比掌 那我就會把那兩隻馬退上一點 就可以取代新紀錄那個位 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那三隻日本馬,我自己會這樣看 這三隻日本馬,我們屬於兩個不同世代的日本馬 朗日清千和新紀錄 其實代表,加上那一隻雙男摩瓶 那一隻,善德福那一隻 他是去年差不多這幾隻 就是最top的那幾隻古馬 我們這隻叫做年長馬 但是,so far,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去年那些年長馬 就是因為那些屬中無大將 你講是青天才走出來 所以,他找天王想,我在現場看 他只是贏善德福 最後那兩步還要比善德福 迫得很厲害 而善德福只是日本的二級馬 好了,去到日本盃,他二千四 他不擅長,但都ok 但他都是輸給那些同世代的日本馬 雙男摩瓶 雙男摩瓶 考第二就是最後震撼,最後震撼 去到杜拜跑,司馬錦標 都可以跑到第三,可以接受 但是一去到有馬幾年 不知道是不是前面博得多呢 他就比那個世代那些 即是比下一個世代那些日本馬 即是那隻高 actor就是 連金像影帝 連北部園區都跑不贏 對,他還要跑不贏就是北部園區 北部園區其實就是大明大放的世代 我們叫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朗日清天,他的賽職很棒 其實他去年贏的寶寵紀念 他不是贏的很厲害 我自己有保留 還有莫雷亞有時候很討厭的跑一級賽 還記得前年的精彩鬥士 去年的威尼嘉道 還有一件事 我還要提一提一件事 我記得 即是 快如疾風贏那屆仗說 第二那隻叫做雲氏仙子 就是他跑的 他有時候一級賽 尤其是他現在排一檔 現在他是受萬眾矚目 因為外面坊間的人 即是一般馬迷都是這樣看 因為朗日清天是最高的那隻 但是他一檔 現在問題是他排一檔 他會不會被人圍攻呢 即是個個看著他跑 好了 你放生 你看著朗日清天 你會不會放生後面那些馬呢 所以我自己就會這樣看 我自己四隻裡面 我很大膽 因為莫雷亞我猜他都熱 我就放棄了他 我自己就 好了 然後我最後 然後撿些什麼馬進來呢 明月千里 我始終覺得 今年打比的水準 未必真的去到那麽高 當然 海旋身在最後 他有待 要證明他 這一場的水準 去到那裏 但大摩的口氣 他自己都說 威爾頓是最好的 那我自己覺得 威爾頓你都是 能征慣治是全香港最好的 二千萬 我自己選 浪漫星華 你這麽看不開 你繼續都要找 連勝文的弟弟連達文 我們只是這樣說 那我覺得你只是輸騎師已經輸了什麼 那我真的不會考慮 奧騰作 我自己會覺得 那他在杜拜的那個賽奇 他都不是 即他沒有民族英雄那個勢頭 我自己覺得 那他和他都是要後上的 他自己都是要 那他要後上的時候 你和威爾頓那些馬一起爆的時候 你真的夠威爾頓 威爾頓是差不多全香港 最好的二千馬 那好吧 那你數了 那你喜連歡聲的 用我蝕恩 那我自己 莫維拉都放棄了你 那軍事出擊都老了 那所以我自己會這樣 可以回來了 那我們給貼士 那你先給吧 那你先給吧 我覺得你見王冠應該是贏的 我自己 我會推薦大家賭V 那腳呢 我也是那句 因為新紀錄的條件差了 而張藍和威爾頓 那個條件好了 情況下 我相信有機會 這兩隻馬 可以提升名次 在新紀錄前面 那新紀錄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還想說多一點點 大阪杯 那場馬 我覺得朗日清天的第四 他沒有勢的 你明白 如果他那隻馬 通常我經常說 一些馬王級的馬 就算他跑得不好也好 他有個勢頭給你看 他有個勢頭給你看 可惜 我真的覺得沒有勢 那場馬 新紀錄就更加 那坦白說 只有六七成馬 你想他有什麼勢呢 起碼都會破兩步 這樣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真的要挑剔 所以我真的不放下去 最後 我信回莫雅 選一隻高地之母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上一場馬 跑司馬經典賽 第一個對手真的很強 因為 頭兩名那兩隻馬 是歐洲的一級頂馬 我們自己覺得 兩隻都是 其實 第三個最後震撼 就是 是很fit 來搏這場馬 有個勢 高地之母 只是他九優 復出第一場 我相信 狀態會再有提升 還有 有個莫雅在那裡 相信大賽騎士 高地之母還有一件事 我喜歡他可以放在前面走 所以我的順序就是 李建皇官我可以倒 win 接著次選就是 將南威爾頓 高地之母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 到我給的女王杯深水 不要走開